马来人尊严大会 今天早上在雪兰的沙亚南体育馆举行 现场是座无虚席 塞报整座会场 一众朝野领袖身穿着马来传统服装出席活动 包括一党主席哈迪亚旺 巫统总义书安努亚穆沙等都受邀出席 尽管公正党没有受到邀请 但是党老二阿斯敏也现身大会现场 另外马来女星西丁洞哈利扎 也在首相马哈迪到场时高歌一曲 让出席者情绪澎湃 而敦马在入场时也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在这场马来人尊严大会上 敦马致辞时是苦口婆心地劝告马来人 必须自我提升才能够捍卫民族尊严 他说明明国家提供很多机会 但马来人就是不愿意付出 所以敦马说他不太明白 竟然还有人会嫌弃薪水滴不愿意工作 在领取援助金时却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另外马哈迪再三劝告 如果年轻人在事业上面对挑战时退缩 只想着要靠政府帮忙的话 那将永远落后于他人 他也提醒马来人 不应该嫌弃任何工作机会 我们不能感受到别人 幸好我们能够担心 因为我们需要担心 我们需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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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 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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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也在记者会上承认 虽然现在的政府有马来人领导 但是马来色彩却大不如前 因为马来群体已经被分得四分五裂 因为我们需要担心 我们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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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裂 六分裂 全都要成为首席 我们只要一位 我们只要担心 如果我们只要六位 只要担心 可以 所有人都要担心 哈哈哈